HELLO 大家好 我們來到由這個位置在Helzinki 去Stokholm的一個郵輪 因為通常會在郵輪住一晚 之後就會去Stokholm那邊 節省一晚酒店 還有車程 我帶大家進去看看我住這間 一一一一八一房 一一一一八一房是怎樣 我不是買甲板那些 但是我買這個 普通的 又沒那麼吵的門票 進來之後給大家看看 它是有兩張床的 因為我們有兩個人 所以待會就要睡下來 所以就有兩張床 然後我們選的是沒有窗 因為沒有窗是便宜過有窗 然後這裡有一個化妝台 也有一個風筒 但是它沒有熱水壺 給大家看看廁所 廁所比我想像中是好的 因為它是有這些花灑 有一個廁所 廁所都是乾淨的 還有一個星盆 但是呢 唯一的不好處是毛巾 比較髒一點 所以看到這裡有積極 來這裡弄毛巾的時候 就自備自己的毛巾 它是沒有洗手液 有洗手液 但是沒有洗涼液 好了 那我開來看看 好重 怎麼開的 好快 就開了 但開出來其實很辛苦 很難開 這裡總共有12層高 我們就在第11層樓 我們不選擇這個有窗的原因 就是因為黑咪咪 其實都沒有什麼看到 所以我們選擇沒有窗的 但是沒有窗和有窗 是有分別的價錢 如果你是坐這個已經開了的床 這一張 就會比較軟熟一點 然後另外那張本身已經起到 是不需要開那些 比較硬一點的床身 所以你們就看看 誰想睡軟熟一點的床 還是誰想睡硬一點的床 而這裡成為的價錢是99EUR 所以是99EUR 就可以又去到Storkham 又有一晚酒店 所以是一個不錯不錯的選擇 我現在就帶大家去樓下看看 樓下的 有什麼facility 有什麼玩 還有有什麼可以吃的 這些就是Titanic的甲板 然後看出去又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下去看看有什麼可以做 樓下 有車的話可以泊車在那裡 寵物都住在那裡很搞笑 有小鳥 蝴蝶 那些寵物 那我們就住在這裡 樓上 它有免費熱水的 完全還有中文字 因為很明顯它知道 這些亞洲人是 喜歡喝熱水 是需要熱水 所以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們來Information看看有什麼可以做 這個選擇裡面 而且這裡的早餐是不包的 所以如果你是不是住deluxe的話 你是要給30歐吃這個早餐 所以看看你們要不要吃這個自助早餐 要不然你去餐廳 餐廳吃不是buffet的話 是便宜的 不是便宜的 即是正常價 例如15歐就有個steak 這裡有28元 對呀 這裡有33元 Jai H Beef 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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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生的方法 我們應該也有些救生船 對呀 這個就是逃生的方法 不知道怎麼釣下來 我也不知道 然後它就會自己釣下來 大家可以坐在救生船 就像那些 皮特利浩那些 會不會有人負責拉在救生船 有人會不會拉這個 對呀 對呀 又有Rainbow 對呀 對呀 讓大家看看Rainbow 應該可以看到的 大家 讓大家看看 看到了 好完整啊 看到很清楚 好精彩 好精彩 看得很清楚 你看 對呀 完全是超精彩 就是這些啦 這些就是救生船 拜拜啦 Helzinki 那我們現在就去Sport Club那邊 我去最底的那層看看有些什麼 啊! 我這個就是Buffet的地方 要帶大家看看吃Buffet的位置 晚上的話就43歐元 就可以吃Buffet 但可以吃普通的Burger 不用那麼貴 有燒個市場 Duty Free Duty Free 你好 超級市場 是啊 有很多零食啊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Halloween的糖 媽媽 是一個菠蘿骨 這些不需要 但這裡有很多零食可以給你買 而且價錢也是合理的 像這個一樣 4鎊幾 4歐多 就有一個這麼大的糖 這個就是德國出的 Peddy Bear糖 它出了這些甘草糖 而且是Made in Finland 大家看看 所以其實可以去買這些糖 回去做手信送給人 好像有這麼大條司姑 超大的 啊!好充的 好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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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底層 即是甲板以下 船是比較搖 還有 有一點點聲音 有些韌韌聲 真的不是很大聲 但有些 就是這些聲音 可能是說有些噪音 有些冰氣聲 之後呢 是真的動一點的 是有點溫暖囊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溫暖囊的話 我記得大家還是住在B級或以上的 對 好大風啊 來到這裡之後呢 船都是會動的 真的有搖的 所以暈船浪的人 記得帶著暈浪演來 因為其實是真的不會動得太厲害 那我們現在就回房休息一下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 就給個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不見 有時間 在那邊 我們下次見 會跟我們 下次再見 會不會